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说老实话 我保证不杀他们 只要你们说老实话 保证不杀你 大哥 再让我打碎他们两根滚头看他们嘴还硬不硬 算了吧 我们走 大哥 大哥 应该杀了他们 杜大哥 八路军不杀俘虏 他不杀 我杀 孙姑娘 你 小偷 小偷 现在我们要尽快离开这儿 以后再说吧 走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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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脱出了吗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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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他们还是被发现了 隶石头峡还有多远 大概二十多公里 那是最后可以消灭他们的地方 他们也许知道后面有追兵 但绝对不会知道 我们在前面设了埋伏 所以 那是消灭他们最后的机会 来 跟上 封停了 这回耳朵该耗手吧 操我的心干吗 管好你自己得了 谁操你的心了 我这是为大家着想 到时候小鬼子又追上来了 怎么办 你以为小鬼子里边就没有能源呢 有能人也没你能啊 你要是觉得你自己能 就让你那窟窿也别闲着 让我歇会儿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来话呀 我夸你呢 下边那条路有个分岔 左边是石头侠 右边是天使阵 你不想走石头侠 还不确定吗 可是天使阵 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助手 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经过那里的消息 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经过那里的消息 是啊 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所以我认为 我们要走石头侠 鬼子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设下埋伏 所以我认为 我们要走石头侠 鬼子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要赢 是 是 是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山姆 这种状态太危险了 人子太密 我们守卫不能相顾 如果那几个中国人 打我们埋伏的话 他们不会这么做 他们要做的 就是尽快到达他们的根据地 还不会和我们纠缠 群猫被困得危险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那几个中国人 去传我的命令 让后面的人加快速度 我们一定要在石头下 包围他们 让后面跟进 加快速度 跟上 快点 卡 哪儿 起来 继 fascinated 这安全 啊 明治 来 营长 我们到了 好 停时朕 请进 来 加快速 快 快快 来 忍着 我能不能走 教寸 还可以吗 对不起 我现在不能走 他说什么 营长 姜桑说他走不动了 不行了 兄弟 这事还得麻烦你 没问题 来 抱起来 来 兄弟 这山路行吗 没问题 他披青的 背头牛都行 那走吧 木桥 木桥 你累吗 多少水 咱们要留下来 不要辞着 不要辞着 来 好 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 要是他们走石头峡怎么办 他们可能去了天使镇 可哪有我们一个中队啊 没有准备 人再多也没用 我们立刻赶到天使镇 包围他们 走 走 走 跟上 走 大哥 怎么了 有情况 一辆汽车 连辆摩托车 是向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的 你闭 先生 你没听错吧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石头 廖大哥 我信你 你肯定不会听错 还真让这小队能夐呀 肉业 我们必须打出 石头 你去跟着他们 看他们送到什么地方 别暴露 一会儿在这里的 军衔科长见面 好 走 一会儿 走 小娃 你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 千万不能放松 老王 小鬼子的衣服 我都给你拿来了 好 快看看 这是给咱们侦查的同志准备的 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好 太好了 那个洋人的衣服在那个屋呢 好 小娃 把这些衣服 赶紧给大鹏他们拿过去 是 小娃 我来 以后所有姑娘赶紧换衣服 换完以后咱们就走 是 是 胡娃 走 我们去换衣服 我不穿这脏东西 你必须穿 这样呢 我们才能安全地出阵子 我不穿 现在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 嫌我任性 我可以走啊 你 怎么这样 好了 小董 既然孙姑娘不要一穿 我领想办法 我领想办法 这衣服也太难看了 这 一身屎黄 大鹏 大鹏 我总觉得你穿这身衣裳 比小鬼子还像小鬼子 可不是吧 杜大哥 我看你穿这身衣裳 还像个地里下鸟的假人 是否 去去去去去去去 就我穿上这身衣服 咱们说也是鬼子中左 拉倒吧你 得了吧 怎么还没换好 大哥 马上就好 大鹏时间 对了 把换下来的衣服 全部放在被囊里带走 是 大哥 回来了 他们停在什么地方 这些三空 好 换衣服 来 停 要不要先跟我们的部队去到联系 然后再把我们镇走 他们应该停留不会太久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我带人 正去在镇中把他们包围 你快去找牧村中左 包围镇子 是 快 旁边的人跟上 快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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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我 快 快 华姑娘 华姑娘 来来来 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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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敢动 华姑娘 华姑娘 디ztip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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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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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谁让他们跑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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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 让后面的人跟进我 快 快 快 走 走 走啊 走啊 丑儿 开枪啊 小玩 打得好 打他 小玩 看这一枪 小玩 那边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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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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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王晓松同志 今年十八岁 从他十五岁参军开始 到现在三年的时间 他曾移民 听到枪炮声还会吓得尿裤子的 半大小伙子 成长了一名 坚定勇敢的八路军战士 今天 他为了掩护我们所有人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王晓松同志 是我们的战役 他更是我们所有人 永远的兄弟和朋友 我们要记住他 兄弟 我杜大鹏是个粗人 也不会说啥 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会好好跟着大哥 一起打鬼子 这个仇一定 obesity报了 住居 肯定是这一首 川百姓 从城市里 市府 方道那 到了 你的 小王 你生前 一直想看廖大哥的真 廖大哥都没给你看 别怪廖大哥 小王 来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枪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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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等把鬼子改成中国 暗再去见娘 好啊 好样的 等完成这次任务 一定要你回去见你娘 真的应该 我保证 我保证 又是一个失败 阁下 这次任务失败 都是山沐少佐指挥吴方造成的 那这次如果让你指挥 你有决胜的把握吗 我 我看你们就连 他的影子都看不见 别说是一直跟到天石镇 而且差一点就在那把他们消灭 你找到你失败的原因了吗 属下不该将石尾中队调到石头霞 而应该调往天石镇 那如果他们不去天石镇 而是走了石头霞呢 其实你的每一个判断都没有错 你始终在紧紧地咬着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走了石头霞 你现在就可以全胜而归了 可是他们偏偏就走了天石镇 而且那儿还有我们的一个中队 是的 阁下 我认为他们清楚这一点 我们在天石镇的这个中队 应该是可以让他们望而生畏的 可是在石头霞的石尾中队 却是他们未知的 所以你认为 他们会避开我们这个中队 而走石头霞 是的 阁下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哪 山目你明白吗 将军阁下 请讲 告到少祖 我始终认为 山目少祖的判断是正确的 天石镇是他们绝不愿意 去走的一条路 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兵力 处于绝对有势 这恰恰就是失败的原因哪 请阁下明示 你失败就失败在太自信 由于你过分的自信 导致了你的失败 其实 你的每一个判断 都没有错 你在石头霞射服 也是有战略眼光的 你对天石镇 敌我兵的分析 同样也是具有战略家眼光的分析 可是由于你过分的自信 认为敌人一定会走石头霞 你就没有再派石尾中队前往石头霞的同时 再派人到天石镇去通知牟村中队做好准备 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如果你再往前想一步 再往深想一寸 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个胜利者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阁下 你明白什么了 如果不是我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 就该想到这一层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是需要自信的 但在自信的同时 还要有一种虚怀弱骨的胸怀 一种自我审视的意识和能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对对方指挥员能力的审视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判断 你现在是真正的明白了 自信的基础是不自信 是对敌方指挥员的高估 是敢于认为敌方指挥员 比自己强的一种态度 如果是建立在这种前提下的自信 我就会意识到他们早就已经识破我在石头侠的社服 最起码你得意识到 敌人有可能识破我的这个计谋 这样你才会想 假如真会是这样 那我该怎么办 我就会再往前想一步 而派人前往天使镇 并将敌人消灭在哪里 可惜的是 你的过分自信将这次的胜利葬走了 感谢阁下的指教 山目记住了 我喜欢这种上下级之间的讨论 念得一番话 让我受益废浅将军阁下 同样也让我受益啊 不过 战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 并不是有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那种意识 你就能用力不败之地 我还要说中国那句老话 胜败乃兵家常事 没有绝对的长盛将军 为什么呢 因为墙中还有墙中兽 这也是中国的一句谚语 那什么是墙兽中的墙兽呢 那就是指挥 我认为 那个八路军的指挥员非常厉害 他的指挥远高于我 神木少佐 这就是你胜利的开始啊 若是你早一点 能将自己提升到这根仪式 我就再给你开庆功会了 神木少佐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 你说的那个八路军指挥员 他的名字叫王沐峰 看看吧 祝你成功 是 王沐峰 八路军猛部营长 侦察兵出身 战功卓重 武功高强 智慧超群 被八路军领导称为 牧神风 只能驱使神仙 为其取胜之意 出身领月不祥 牧神风 我们还会碰面的 我们还会碰面的 山母 我刚刚听说神谷重将受到了总司令阁下的严厉训斥 是 严厉训斥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人 是 听说他手上有帝国的最高机密 帝国的最高机密 怎么会落到这个人的手上 是国内反战总是窃取的 他们派专人把情报送给中国的八路军 在运送途中 飞机被我们击落 那个日本人在临死前 把情报交给了那个美国飞行员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它关系到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太平洋 难道我们要对美国开战 很有可能 是 神谷中将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同帅 否则 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和庆幸 是 不能 我们现在见到羞愧一下 能够 不而可 我们应该见到羞愧和雨 每个月 都能够 venture to do 风儿轻吹黑光 那一个名字挂在眉头 那一个名字藏在心头 有了你很快乐 不需要理由 每一个梦里靠在眉头 每一个梦里暖在心头 可是这份爱失去了温度 我已经无所有 你的眼睛泄露了你的心 当我握住你的手 让我陪你一起走 爱就是爱的证明 让我陪你一起走 爱就是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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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结果 生化武器简单来说 就是毒气和细菌武器 爹的这支细菌部队 是前天夜里悄悄开进林泽县城的 一共携带了四十发毒气弹 还有十六罐伤寒鼠疫兵军 这东西长啥样 这种细菌 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温病 四天一中队就驻扎在县城东边 这个李家土为子里